主持師傅午安 我那一天有去上那個生命的林宿 他說穿衣服 他那個說 盡量比較 那個可以 比較亮的 比較 的衣服 是不是有帶有 正亮的 帶有自己本身的幫助 還有說 我們如果有起 那個比較說 不好的起性動力 無形當中 他會就 誒 拿起來 那我們是有辦法 把他這樣壓下來 讓他能夠自己 沒有當時說 誒 怎麼會有那個動念 然後要壓下來 還沒下來 還一直想 我們要什麼去把它壓下來 讓自己去轉化成比較好的 像說明信見信或是什麼的 感謝師傅 好 這個很具體的問題 請 我們這邊每一個人都穿不一樣 你去問看那個穿得比較漂亮 有沒有高興一點 哈哈哈哈哈哈 一般 一般是這個樣子 其實鏡都隨心轉 一個櫥子裡面的衣服 我今天心情怎麼樣 我就會抓 那件跟我心情相應的衣服來穿 大部分是這個樣子 你很悲傷 你大概很難去 穿一件很鮮豔的衣服 那當然是這個樣子 就以我們說佛法講 射法有兩種 一種叫做形色 一種叫做顯色 形是形狀的形 比如說你 這個是形色 但是我看過去呢 我看你的樣子 外表看出來 有圓的啦 有長有短 這個都屬於形色 那顯色呢 就看起來的那個光彩 看起來的顏色 比如說 那個西方人 他可能白皮膚 我們黃皮膚 非洲人就黑皮膚 那叫顯色 顯現出來的顏色 那色法 除了形狀意義以外 當然就色彩 就這兩個東西 那每一種東西 都有它固定的 譬如說 我們如果懂一點點中醫 那懂一點點這些植物啊 其實我們說五行 幾乎都會跟它的色彩有相關 所以你說色彩 重要不重要 真的很重要 然後形狀重要不重要 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如果說 這時候你有選擇性 那當然就可以選擇好一點 譬如說你現在要去 參加一個很正式的宴會 那你就不能穿得太花俏啦 反而要穿那個 你看所有 幾乎都是黑白配 黑白配 對顏色來講 一個是極亮 一個極暗 這個就中道 所以 不要 不要把這件事情當得太嚴重 也就是它有這種說法 也有這種論調 但是我們參考就好 不要被它制約了 被文字把你綁住了 反而會讓自己不自在 我今天很想穿哪一個顏色 但又怕這個顏色 出去是不吉祥 那一念就多的啦 很多東西 不要 不要囉嗦 不要懂一大堆 一個人什麼都不懂的時候 你看小孩子 在走路 黑白中了 比較大的一點點 因為有幾乎 他就不敢亂 高安大人的時候 應該要不要亂 不然應該要亂 哭哭 已經變成一種習氣 慣性 那事實上 我們人最怕就被慣性綁住 但是我們人正是被慣性綁住 你剛剛提到的那個問題 譬如說 我起了不好的想法 要怎麼把它壓下去 這是一般人的答案 要怎麼把它壓下去 那有些人很厲害 就告訴你用什麼方法 把它壓下去 那我不是厲害的人 但是我是一個 還有一點點智慧的人 為什麼這麼說 那個念頭長得什麼樣子 是有顯色還是有形色 你只要是色法 也就是說有一個 直哀性的存在 那離不開這兩個 那你的想法 顯色是什麼 形色是什麼 可見你的想法不是色法 不是真正存在的 是你把它以為它存在的 是你認為它存在 它才能存在 你若知道它根本就不存在 那你要去壓一個不存在的東西吧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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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是犯了那個毛病 什麼念頭起來就要用什麼念頭去替代它 或者對抗它 或者安撫它 那其實都多餘 是怎麼樣呢 起來如果這是惡念 我曉得我如果保護它 指的是製造麻煩 那我不保護它是怎麼樣 知道它根本就沒有 不是真正的存在 不是真正的 譬如說我很想罵人 而且都準備怎麼罵了 當然當你吞一口氣 或者猛吸一口氣 那些文字跑到哪邊去了 到大海裡面 還是到虛空裡面 到什麼都不是 它本來就不存在 但是你如果不曉得它不存在 我已經準備好了講稿 我就罵出來 我想怎麼罵你就罵你 本來沒有就變成有了 所以這個就是智慧 智慧就知道實相 就真正的它到底是什麼 這叫智慧 智慧不是很有學問 很有能力 很會做事 那跟智慧也無關 不見得有關係 我們說熟能生巧 以前我們小時候讀書 都讀過那個油 那個賣油的 拿起來圓圓的就下去 一滴也不歪露 在我們來看就神通了 不然你去做看看 你要怎麼弄都不可能那個樣子 但它也是天天練習練習來的 你說它有智慧嗎 跟智慧無關 就熟能生巧而已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要去做什麼事情 慢慢練習慢慢練習 練久了你就變成高手 你的打高爾夫辣什麼都一樣 通通是一樣 你練久了變成高手 那當然如果有善知識 有這些真正的高手教你 你會進步得很快 因為那些錯誤的常識就不必要了 你只要照人家那個好的方法去做 慢慢把它練熟 你也變成高手 所以我們要變成一個有智慧的人 當然就要親近有智慧的人 那所有人裡面最有智慧的就是佛 那他告訴我們應該怎麼想 應該怎麼講 應該怎麼做 我們就學他 慢慢我們也會變成有智慧 有能力 跟高興 沒有關係 跟解脱也沒有關係 有學問一樣 跟高興沒有關係 跟解脱也沒關係 只有有智慧 才能又隨時保持高興 隨時隨處都可以解脱 就不會被任何東西綁住 那這種東西其實要知道 他到我們到底是被什麼綁住 你說不要被他綁 那如果綁你的東西都沒有 你到底被什麼綁 什麼能綁你 能夠綁我們的 只有我們當下的想法 我現在要去廁所 我這個念頭起來就把我綁到廁所去 我現在想吹電扇 想開冷氣 那我就去把它開了 當下那個念頭就綁著你 所以你現在如果在打望想 在自尋煩惱 也是當下那個自尋煩惱 把你綁住 讓你的身心一直往下盪 一直想那個不愉快的 你就越想越不愉快 反過來講 那麼多事你為什麼要想那個 你有問題啦 你習慣做錯了 所以我們既然發現 我們自己有問題 習慣做錯 那就應該要想辦法慢慢把它轉對 這個就是修行 可以嗎 那師傅怎麼轉 就是師傅說不用去管他 那有沒有什麼 不是 不管他 你現在這個東西變成你的障礙 你就探討他 認識他 分析他 他到底是什麼 不要不問什麼 不要不問什麼都不探討就認為他對你怎麼樣 就好像這個人遠遠走來 其實人家是要來跟你聊天的 其實人家是要來跟你聊天的 你會想說我昨天才跟你吵完架 你一定要來找我算贅 對 對 我能綁住我們的 能決定我們幹什麼 就是當下那一念 所以修行就好好把當下這一念隨時弄對 就是一個對的人 就是一個有智慧的人 就是自己的心理系不要太多啦 自己的劇場 所以這個念頭很重要 師傅剛才在講的要練習 現在外面很流行叫做刻意練習 對 就是說你做任何事你比較弱的部分 包括我們在纏作這個決心這個念頭 你都要很刻意的隨時知道你當下在做什麼 那再把食物的方法再把它用上 我覺得真的是可以很快樂 很不一樣 那我們小趙